下面还是一件令人气愤的事 前些日子在广州上班的女白领小李 陪客户喝酒却被客户强奸了 当她和男朋友到公司讨说法的时候 被一伙标行大汉暴打了一顿 经理还要求他们写认罪书 记者见到26岁的小李和他男友时 两人已经哭成了泪人 坐在地上不愿离去 小李男友的额头手臂和背部都严重受伤 小李说3月25号晚上 他和老总陪深圳的客户王某用餐 席间喝了很多酒 之后被要求送客户回酒店 然后他要借故 就是说要聊一些工作上的事情 或是怎么样的话就把我留下来 大概因为是客户 所以的话也大概聊了差不多一个多小 然后我快走的时候 然后的话他就从后面抱着我的腰部 然后就因为当时喝了茶 我全身无力又没又晕晕的 然后的话他就把我按倒在床上 然后进行常见了 在男友的劝说下 李小姐报了案 两人商量着要讨个说法 没想到一来到公司 意想不到的事情又发生了 二三十个黑社会东白口音的 国总观人非常凶悍的人 把我的朋友和我们一起按在地上 控制自由控制手机 第一次在门口附近打了十多分钟 然后的话呢 拿到那个经理办公室 让我们做写这个认罪书 记者随后找到这家公司 但公司的负责人坚称 客户是小李自己找来的 而且是他自愿送客户回酒店 至于小李是否被强奸 他们完全不知情 事发后公司已将其开除 这家公司的副总杨某说 李小姐当时向公司提出了索赔要求 在遭到拒绝之后 企图以割腕向威胁 他委托了一个人 打电话给我们的李总 要求公了还是私了 如果私了的话呢 他提出要150万的钱 赔付给这李小姐 并且发了威胁短信给李总 并且让他注意 目前警方在进一步调查此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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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电话